有头脑 这完全就等于是 旧星辰于水火之中 在原来的价格上 还加百分之十五的溢价 我们几个啊 又怎么会拒绝呢 对 还真是不会拒绝的 对对对 谢谢各位了 来呢 怎么样了 草草好多了 就是无胶了 觉得在这儿照顾我比较方便 要不然呀 我早是出院了 这倒是实话 他人呢 他 他呀 就是维怀的精神 还真是让人感动 薇薇 林静他 软软 我们不提他 好吗 我是想跟你说 他告诉我 你们公司周总 那边有点说法了 什么说法啊 他跟我说 那个冯德生 还有开阳的爸爸 承认了很多问题 他们俩的罪 肯定是免不了了 至于周总 只要账目上 没有进一步的证据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而且他的积压期限满了 听说是要采取监视居住 现在应该已经回家了 太好了 好 我去看 我去看 别人 我去看 这样子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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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 你 我去看 尤词 右边 我去看 你 这 我去看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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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婉婉给你打电话了 未得有人给我打电话 我才可以来找你 当然不是 丽姐 丽姐 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什么事啊 有一个建材公司的销售 来我们集团找陈经理谈合作 然后呢 那个人你认识是女朋友 就是之前在咱们公司楼底下 开咖啡馆的那个帅哥啊 开眼了 你 我想再来 在那儿 我 你 买 我 你 我 你最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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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着 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陈经理可以仔细看看 我不看 我要听你说 焦粉 剧本 颗粒 保温酱料 是由 是由 焦粉 保温料 和 和剧本颗粒组成了 防火星号 还有奈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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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央 凯央 开阳 陈孝正 你到底想干什么 对不起 打扰了 开阳 开阳 陈孝正 你 开阳 小北 开阳呢 我知道有个地方 她有可能会去那儿 走 我们一起去找她 喂 喂 如果说她现在这副样子 最不想被谁看到 那就是你了 你这不是秦老师吗 你怎么来了 这不是秦老师吗 这喝酒了 对了 对了 我不想告诉你了 我现在呢 不是原来那个许开阳吗 一个月 工资两千五 星辰的项目 现在还没有谈下 这个月的提成 还没有着握 所以呢 我还不能像当年那样 请你喝酒吗 省着点喝 来 现在连喝酒的资格 都没有了是吗 我是不想让你一个人喝 那你呢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被陈孝正 踩在了小体 是吗 都知道我许开阳 像个赖皮狗一样 对他腰围起怜了是吗 我知道 现在他们都 一个个等着看我 许开阳的笑话 那你呢 你呢 安慰我 还是可怜我 我告诉你啊 我许开阳不需要 他妈任何人可怜我 你不是想和我打球吗 你不是想知道 我为什么叫齐尔吗 你打赢我 我就告诉你 打呀 怕输是不是 怕痛是不是 你哭吧 想哭就哭出来 我真的我的好事吗 这段时间 我一直留在心里 我真的我爸 我爸真的被关起来之后 我竟然 竟然是他最后一个电话 都没有电话 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他的话 几乎每一天都在跟他吵架 我总以为时间还有很长 我总以为时间还有很长 那次只要他在家里 我总是可以过着自己肆无忌惮 但想要的生活 他总是放纵我 让我肆意地回阔 为我的人生 留了一万多条红了 可是我最后 最后也没有接他的电话 但是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知道我妈生平了 出队的咖啡馆的钱 也紧紧只够给他做手术 但是我必须要撤起来这个架 但是我必须要撤起来这个架 我不得不面对我许开阳 这三十年来的失败 只是我真的不想 我真的不想 我这个样子被你们看的 不想要撤起来 为什么上天 连最后一点资料都不给你 为什么 那你知道吗 你这次像陈孝正的低头 一点都不丢人 我觉得这是你这辈子 最帅的时候 因为你已经不再是我 以前认识的那个 蛮横 自以为是的许公子了 你已经变成一个能屈能伸 让我刮目相看的大丈夫 太阳你不知道吗 你很好 你还可以更好 也许有一天 我可以鼓足勇气告诉你 曾经在我身上都发生了什么 可是不论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们都不得不去面对事实 接受它 把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 然后永远地让它烂在心里 然后重新站起来 继续一下 明天哪 ersch 我最后尽不留 两家冬天 有点 而是 遇见 我们正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薛总 有一件事情 我不告诉你 我心里难受 什么事 你还记得那个 到你咖啡厅里头去闹事 吵着要看什么资料的那个 新陈集团的陈孝正吗 我查到啊 受伤工人的那件事情 本来不是被周总 压下来了吗 就是这个陈孝正 私下里跑到 工人家属那儿 挑动他们闹事 而且不知道从哪儿 找到了新陈集团 和咱们公司合作的 内部资料 交给了投资公司的人 检查院咱 才查到咱们徐总身上 你说什么 徐总和冯总的 银行转账记录 十分秘密 咱们公司也就是在 建材上动了点心思 但是绝对没有到 以次充好的地方 他们把这个事情 不断地扩大化 我听说现在 他已经是新陈集团 最年轻的项目经理了 接管了周区所有的工作 真是一石三鸟啊 不仅挤掉了周总和冯总 还打击了咱们开洋建材 而且从此培养 新的势力和合作公司 就会这样 他真是在报复我 这个陈孝正 我必须要求一个政侠 和谁求正 有一个人 他一定知道是其的真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喂 哪位 请问是郑小姐吗 是我 是这样 陈小郑先生在工地 被掉落的教授架给砸到了 什么 哪个工地啊 我是不是 我 射在习惯了 你自己已经交到了 葳葳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 我不看 我准备了一个晚上呢 相信我 好吗 我去哪儿啊 慢点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这边 飞飞 我一直梦想着能给你个家 这套房子是我用这些年攒下的钱 给你买的 虽然不大 但是 但是这是现阶段 我能给你的承诺 这儿的装修风格都是我设计的 昨天我在这儿画了一个晚上 你看 电视里面是你最喜欢的童话世界 我们在这儿呢 可以摆一个柜子 然后在客厅里面 放一套米色温馨的沙发 这边的柜子上 可以让书包每天在这儿休息 安安静静地看着我们 在那边呢 我们摆一套原木的桌椅 平时就可以在那儿吃饭 你如果想做饭呢 那就你做 我来负责刷碗 你如果不想做 那就我来做 但是 你别嫌弃我做的饭不好吃 我们在这套房子里 生个一儿半女的 从此过上我们幸福的生活 好吗 好 我们兜了这么一大圈 花了这么长时间 才又重新走到一起 我不希望任何人 任何事情再让我们分开 我现在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只需要你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相信我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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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不要再对凯阳那样了 知道吗 你如果不告诉他什么是错的 他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对的 我是为他好 阿障 也许 你是对的吧 你应该有些新闻 先生 所有资料和准备都准备好了 这游戏会开始很快 很快 谢谢 卫园 今天晚上我在学校等你 你想知道什么 我爸的案子 陈孝正他到底做了多少 挑拨家属 联合举报搜集证据 还有什么 没有 他是不是和你打着正义的旗号 说为了家属 为了工地事件不再重演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没有 你根本就不了解陈孝正 他的野心远比你想得要大很多 他为了成功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一切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他怎么办 他在这一切都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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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那我告诉你 有什么事 我没有把你去那一切都没什么 跟他在这一切都没什么 我今天替我 这一切都没什么 你还是挺好的 我今天就能忍受到 不过 我今天在那一切都没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正 怎么不吃啊 菜不合口味吗 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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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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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阿政啊 剧场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开始对外可以宣布 这毕竟是公司打翻身仗的一个好时机 可以 伯纳森公司说 希望可以 推迟一个月再宣布 还要推迟一个月 这帮老卫 怎么会是这样 妈 反正 咱们都已经等了这么久了 也不差这一个月了 咱们三人好不宁吃吃饭 就别说工作了 好好好 不说了 快吃吧 喜欢什么都吃一点 对了 小宜啊 这次回来就别走了 好吗 我不走了 我留下来 在公司给阿正帮忙 那太好了 现在公司谣言四起 你知道说什么吗 说我养虎为患 这帮人 什么都能说得出口 别听他们瞎说嘛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我和阿正的关系 我们都是一家人 就算是阿正 在公司顶撞你的话 那也是为了公司好 对吧 阿正 是啊 董事长 如果上次开会 我因为顶撞您 给您添了麻烦 我向您道歉 我相信我们的目标 是一致的 就是要让星辰 早日摆脱困境 我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 应该是让小玉过得更幸福 当然是 多谢您的事 玉多 公司的股票正在被人大幅度称递吸纳 都是散户吗 不是 有些很明显的是大宗交易 好 多留意 随时向我汇报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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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有没有什么东西拿去 应该没用了吧 文文 周围来了 我来接你回去 我把医院的事情忙完 就马上回去 阮阮现在行动不便 我给她找了一个 保姆招呼她的起居 应该在家里现在 正位 非常感谢你 不用信 我是来接我朋友的 不是接你吴医生的太太 你就继续去发扬 你白秋恩的精神吧 阮阮我会平安所忙的 走了 您一会儿上班 我去 走了 慢点 走 慢点 这次回去之后啊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知道吗 知道了 有什么事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可不能再像这次这样了 听到了吗 知道了 老张 哎 干嘛呢你 我不是来一些软的吗 来晚了 来 先把东西拿着 还不快去打车 快去 他呀 喂 薇薇 我想接你 开阳 我现在和软软老张在一起呢 要不你过来吧 我想单独见你一个人 有事你就去吧 好吧 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 忙完了下午找你 好 下午见 好 车来了 好 那 麻烦你把软软送回去了 我还有点事下午 放心吧 保证完成任何 照顾好了 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啊 拜拜 我吃了 我下小地方 我先走了 我下个人 我下一次 你快点来 我看了 我后来 还没理想 我得让你赚钱是不是 老张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撼着我啊 我能有什么事啊 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 你有没有事瞒着我 难道我看不出来吗 说吧 是 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 那什么事情都没心没肺的 听了事就左耳听右耳 你听到什么了 是不是吴江跟你说什么了 吴医生能跟我说什么呀 我跟他都见不到面 再说他这一个大医生 他能跟我这小人物聊什么呀 你是不是听到了 那天我和吴江在医院的对话 软软 我不希望你因为我 生活过得不开心 吴医生能家境好 人又好 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 不是 我真的不想 你以为我 你们俩起什么争执 你说万一出了什么事 我这不是最大恶极吗 你别听他说的 软软 上学的时候吧 我觉得谁都配不上你 尤其是那姓赵的 你说他那癞蛤蟆 怎么能吃上天鹅肉呢 我见他一次 我想报答他一次 自从看见吴医生 我才明白 能让你看得上男人 真得好好奋斗二十年 老张 你说错了 我是听过大千世界 向往自由天空 最后 却一头钻进笼子里的鸟 在笼子里 躲过了风吹雨打 却再也看不见 笼子外的世界了 不是 其实你现在 老张没事 我就随口说一说 你别往心里去 你不是还要筹备工作室吗 你赶紧走吧 我走吧 走吧 谢谢你啊 我 тоб紧 一看我 这特别的 你昨天悔了 你今天就要去 你觉得都要硬着 你想要做老人吧 你真有什么 你真有事 你今度过个儿 你贴咱俩 你最有什么 你还是要做什么 tú 你都是我的 我 Anh说我 在一起了吧 赵丽群 还是回到原地了 卫卫 我曾经说过 我是你的百度人 我希望把你送到一个 阳光明媚的世外桃源 而并不是一个 充满欺骗的阿比地狱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 我爸和周旭 为什么会被检察员调查吗 是吗 是因为信贸投资 因为信贸投资的人 把资料送给了检察员 错 是有人刻意煽动工人家属 把本来已经平息了的事件 再次推到了风口浪界上 而这个人 就是陈校长